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个课题就是 我们平时我们看新闻 我们看的各种各样的新闻 有时候我们会很热衷于去追一些政治新闻 也有些政治新闻我们看了会很生气 很热血沸腾 有时候我们会很热衷于追一些八卦新闻 这八卦新闻看的很爽 可是我告诉大家 你知道如果我们身为一个马来西亚的人民 我们最应该追的新闻是什么新闻 是一种很闷的新闻 没有多少个人会真正去追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最应该追的新闻 既不是那种政治的新闻 也不是那种八卦新闻 什么种族宗教那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 马来西亚人民最应该追的新闻就是 每年 你看那个政府的那个稽查报告 就是说 政府在过去一年 他用了多少钱 在那个政府的开销那边 然后这些钱 花到 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这才是最重要的 很简单的 就是 你是一个老板 你开这一间公司 那公司你交给你的员工去跑 你是不是每年要去查账 查这些钱开销跑去哪里了 一样的道理 在这个国家 我们人民就是老板 政府 所谓的政府 虽然听起来好像 高高在上了 其实是在帮人民打工 事实上应该是如此 所以这个稽查报告 就是我们人民 每年都要去查 到底这些钱是花到冤枉不冤枉 OK 所以 在刚刚出炉的这个2020年的稽查报告 今天报纸就有一条 题目就是说了其中一条 就是说我们的政府的 国家安全理事会 隶属这个首相署的国家安全理事会 去年他在 没有KPI 在没有审查 的情况下 就给了5亿 给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是一个特许 经营权的公司 意思就是说 这个合约是直接给他的 不是公开招标什么的 然后 就这样 没有任何KPI 没有任何审查 就这样 5亿的维修费 给了他 然后 查到来 做出来的东西 全部是不糖不水不达标的 知道这个问题有几严重吗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通过Shopee去买东西 然后那个Shopee的东西 还没有寄到来 你还没有机会去查这个东西 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然后Shopee公司就跟你讲 他过账给那个卖家了 如果这个东西打开来看 是不达标的话 你的钱已经过去了 甚至是有些货根本都不来的话 你的钱也是过去了 一样的情况 现在政府就是 这个5亿 已经给掉那个公司了 可是 查出来 他东西全部都是不达标的 然后 也没有人去查 更加严重的是 负责给钱的人也没有去查 就这样给钱 这是一个 很荒谬的行为 可是 同样的事情 每年都在发生 几乎是每年都在发生 我刚才 一开始我强调的就是 我们人民 最应该关注的新闻 就是这种新闻 就是我们的政府 不管谁做政府 都好 我们政府到底怎样用 我们人民的钱 是不是花在一些 很冤枉的地方 当然我以前有说过 为什么政府 会有这么多 花冤枉的地方 当然 东西不用讲到太明白了 大家 自己明白明白就好了 OK 我 讲重点就好了 就是 我以前也是讲过 我现在讲多一次 就是 到底政府 办这些工程 给这些商家的时候 有没有公开 招标 有没有公开招标 如果没有公开 招标的话 请问一下这些商家 是通过什么方式 拿到这些工程 有没有可能 一些是 桌子底下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是桌子底下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的话 这样的话 就 一切不合理的事情 都变得很合理 不需要 KPS 审查 乱给钱 观观香味 这种事情 什么事情都来了 不用讲到太明显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 所以我还是要那句话就是 那些工程 有没有公开招标 拿到那些工程 是通过什么方式 拿到的 然后 这些拿到工程的人 跟现在的政府 有没有任何的 亲戚朋友 有关系 有没有可能 是 某个人的 老公 拿了 政府的钱 去公益养牛 之类的 那种事情 有没有 OK 如果有的话 大家知道 应该要怎样 我告诉你们 我们人民 不是讲 我们在这边 只是 自己讲自己爽 骂一下就算了 人民也有自己的用处 人民也有自己的角色可以扮演 我告诉你 身为一个 民主的政府 民主政府最怕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 民主政府最怕的 就是人民的这张嘴巴 我们今天马来西亚 还可以庆幸的一点 就是 我们还稍微有一点 新闻自由 不像 其他的那种 非常独裁的国家 是连新闻自由都没有的 我们还有一点新闻自由 就是 如果当我们 能面对这种 这种政府的舞弊 很明显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通过我们的新闻自由 然后我们就制造一个舆论压力 给这个政府 就是 我们可以上报纸 上网络媒体 任何东西 只要是公开给大家的讯息就好 就是要政府出来交代 这件事情为什么做到这样 民主政府 民主政府 必然 是怕人民的那张嘴 如果 只要一天 还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 所有的人民 全部都凝聚力量 来针对一个 弊案 来 针对同一个弊案 来出声音的话 你讲这个政府有没有本事 盖住眼睛 盖住耳朵 就这样过去 我看不到 我听不到 就过去了 还是他要拿机关枪出来扫射 全部人民给我死完 不可能吗 是不是 所以 我讲到这里 你们大家明白吗 只要我们还有新闻自由 只要这是一个民主政府 这个民主政府呢 就必然是害怕人民的这张嘴巴 然后我们人民就要 好好的利用这张嘴巴 凝聚起力量 制造这个舆论压力 给这个政府 让这个政府 被逼要做一个清廉的政府 我讲这个方向 大家听到明白吗 只不过是 大家都是一盘散沙 没有好好的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 我们人民最应该关注的新闻 就是这种新闻 不过事实上 没有多人关注 大多数人 就是看了 骂过就算 OK 现在 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 5亿 合约 钱 这样过 什么 也没有KBI审查 也没有什么 我就想起 我最近看到一个 故事 蛮有趣的 这个故事是蛮贴切的 就是 在 法国大革命之前 几百年前的事情 法国大革命之前 法国还有 国王的时代 然后那时候 法国的国王 他就横针暴脸 他就向人民 争了很多很多税 因为他要打仗 比里巴拉之类的 可是呢 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我明明向人民 争了这么多税 为什么我收上来的钱 这么少不了 不对路啊 我明明争了这么多税 弄了人民这么赌揽 为什么我 到手的钱这么少不了 这时候呢 就有个大臣 他就向他做了一次示范 他 叫很多个大臣 一字排开 然后呢 从 第1号大臣 他们 给他一块 冰块 大大块的冰块 他给第1号大臣 然后第1号大臣呢 在通过他的手 把信给2号大臣 然后就把信给3号 4号 5号 6号 到了最后一个 把信给皇帝的手上的时候 只剩下小小块 几乎是没有了 然后 那个大臣就向他解释 现在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到你手上 的钱会这么少啊 就跟这个冰块的道理一样 一个国家的政府 如果真的是 腐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就看 1号大臣 2号大臣 3号大臣 一路到皇帝 从头到尾有多少个手 每一手过一点的话 到最后 剩下来的就是那么一点 可是 人民的毛 已经被拔完了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趣 是不是跟 马来西亚好像 有一点 像 OK 废话不讲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总结 就是呢 就是我希望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民 可以稍微 多一点 关注 这种 有数据性的新闻 好过去关注那种 种族宗教 种族宗教 纯粹是 生气一下 骂一下 然后就过去了 我说 有数据性的新闻 就是像这种 马来西亚政府 每年的 开销报告 这种新闻是我们人民应该关注的 然后我们关注了过后也不是讲看了骂了就算了 就是 我们 人民之间要 形成一个舆论压力 向这个政府施压 我要你 跟我交代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个东西在没有任何审查 KPI的情况下 你可以给他5亿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 工程师当年是怎样给的 这些东西人民可以施压的吗 只不过在以前 国阵 一党独大的年代 没有人想过马来西亚是有可能变田的 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他们是 国阵是打痕来走的 基本上就是 得让得让 我就是在你面前这样 你也不可以把我怎么样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 谁做政府还不知道 OK 好 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